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Today is a tutorial for our spend to continue our miss 春丽 今天继续春丽上次已经把春丽的转面 脸的转面做好了 今天我们要做眼睛的绑定 看看骨骼如何控制他的眨眼效果 眼睛的制作一般是两种方法 是之前说过了 就是一个就是跟他掏一个洞 把眼球放到后面 一个就是把整个眼睛全都掏出来 这次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然后这种方法用的是遮罩 我们眼睛用遮罩来实现的 记得吗 如果忘了的话 要看看之前的教程 咱们的春丽是从头到尾一直做下来的 还没有到尾 我们会把它做完 好 那么我们在这根骨骼下 这根骨骼下来做两个骨骼 控制眼瞼的变化 上眼皮跟下眼皮的变化 大家要学这个 一定要从头学啊 去看这个春丽的第一期 如果你是刚看到这个教程的话 要看第一期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毛怪老师的频道 请订阅毛怪老师的频道 毛怪老师频道的专门讲 死败动画教程和一些死败的动画技巧 当然了 更多的呢 可能是讲一些职场和生活 一些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故事 好 我们两根骨骼看到了吧 哎 两根骨骼 这两个骨骼呢 都是在这个右眼的主骨下啊 这样来创建 看一下啊 嗯 ok啊 然后我们可能眼角这个地方需要一个骨骼 有个固定一下 因为他这个 哎 在这给一个骨骼 这是我刚看到的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这边呢 可能也需要你先绑一个试试啊 绑一个试试 这个眼球太讨厌了 是吧 把它改成C-like的去掉 C-like的去掉 关的去 啊 还有一个啊 在这个主骨下再创建一个 骨骼 这个骨骼呢 是黑眼球的骨骼 OK 这两根骨骼帮好以后 哎 看 拖转一下 是吧 这这应该还是叫一根骨骼 咱们又再加一个骨骼 这个骨骼呢 放在这个地方 它呢是固定 外面这个眼角啊 外面这个眼角的 然后同时也能固定下面这个眼减 外面的这个眼角 放在这 放在这 所以呢 先拿它再绑一下这个骨骼 好 我们刷一下群众啊 先让它自动刷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是新加了一个谷歌 所以这个时候点一下Auto Auto自动刷一下 先看一下效果 然后刷一下群众进入位一次 位置蓝色我们力量小一点啊 先给这个 三吧 刷一刷 那这应该是动进入动画模式啊 进入setup setup 点一下setup进入animate animate 之前做的是转面 新建一个爱 啊叫wink是吧 wink 做一个眨眼动画 眨眼动画 然后呢 第一针 给这个 这根谷歌创建一个文件帧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把它拽到下面 好了 拽到下面 拽到这个位置 然后拽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刷一下权重 进入位置 用这个direct也可以啊 direct 蓝色谷歌 如果想调细节呢 就是direct 这个 一个一个点这样去调 好 像这种眼皮呢 他多少会有一点点穿帮啊 但是如果穿帮不是很厉害 不用管的 反正他眨眼的动画会会很快 如果他真的要做一个竞争的闭眼动画呢 你可能要做到细点了 甚至可能单独的让圆画给你补一针 自己画一个也可以 好 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是吧 上眼皮应该盖住下眼皮 那我们调一下图层 调图层呢 回到setup 回到默认的状态下调图层啊 除非特殊需要 需要换层的时候 要在动画模式下去换层 不要在这 这么换层 默认模式的图层 就给它换好 一个36一个37 把36拖拽到上面来 上眼镜 上眼皮盖住下眼皮 是这样的 进入animate 这样盖住 是吧 啊 这样盖住 让我觉得左边这些可能 左边这些可能移动的范围有点大了 眼角的位置变得太多了 所以我给它往回刷一刷 我现在不确认最终的效果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 啊 这样反复的去试一下 这样感觉会 这样感觉对一些是吧 然后如果他觉得这个骨壳移动的位置不是呃 特别准的话 我们在呃 这位置 不够往下的话 可以稍微多移动一点 或者 或者给他来 转一点也可以 再往下眨眼的时候转一下 啊 其实我们人类在闭眼的时候 你除了这个上眼皮 他是上眼 上眼皮往下 对吧 上眼皮往下 然后同时 下眼皮也会稍微往上一点点 他不是完全不动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呃 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做 就是 呃下面这根谷歌 我会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transform constraint 创建一个约束动画 约束到这个上眼皮上 然后呢 给他一个反向的运动 就是 但是这个运动很小啊 比如负40 负40 这样他往下的时候啊 这个往上 这样两个眼皮一起一加 正好把眼睛闭上 然后下面这个别做的太大 但是呢 我们在把这个下面绑好之前 先先把他这个constring的 呃 先先 归零 先归零 先挑好这个权重啊 我绑好了 就绑好了 先在这放着吧 先归零 然后呢 这个我们绑下 绑一下这个权重啊 把绑下谷歌 变得两根谷歌 两根谷歌 然后看看这个 好进入动画模式 进入动画模式 最后一针 我们把这个上眼界往上楼 好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先这样 好 我们上下两个眼皮绑好以后 还有一个需要绑定的是什么呢 是哎 遮罩 遮罩 选中这个ir mask 选中他 然后绑定 遮罩也可以绑定的啊 上眼皮下眼皮 然后左右两个眼角 这个都绑好 当然他这个谷歌 谷歌有的在遮罩外面啊 我们看 看一下权重 看这个是什么啊 默认他只给了他一个权重 点了一个蓝色的谷歌 还不 不能凹凸 这个遮罩好像得自己刷 刷一下吧 然后下面的这个地方 来这么刷一下 我们进入这个动画吧 看看效果 闭眼 哎 闭上 最后一针呢 把这个谷歌往上摸一摸啊 看看这个做到效果 前面见个关键针 这样一个动画 然后再刷一下这个权重啊 权重是 哎 看这个眼角肯定要给刷回来 是吧 然后 这边刷回来 基本在这个位置 好了 那么其他几个点 我们可能要手中调一下啊 你看下面的 这 下面的这个遮罩 肯定是不能有蓝色的这个谷歌 所以把蓝色的去掉 然后眼角这个地方 眼角这个地方就单独的调一下 让他正好能被这个眼皮盖住 就可以 细节的地方都得这样慢慢的去调 这个慢慢的试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闭眼 能闭上 那就没问题 好 还有一个需要调节的是什么呢 是后面 你看这个现在眼睛在闭 对吧 眼睛闭上 但是 这个后面皮肤这一块 上眼皮 这个皮肤完全没有变化 所以它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应该 给这个 面部 也要绑定这两个谷歌 让他随着 谷歌的变化 让这个眼皮拉长 但是可能要加一个网格 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 下一个网格 这个网格呢 跟 呃 眼皮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说这边可能也要加一个 好了 那么我们绑定 啊 这两根谷歌这是面部啊 把它也绑上 然后回到 回到动画观察一下 回到动画进入位置啊 进入权重 然后选择这个橘黄色的谷歌 我们选择add mesh 选一下 然后这几根谷歌要刷一下啊 直接调吧 lark 然后 绿色的这个地方稍微受一点影响 要往上往往走一走 但你看这个地方被拉伸的有点大 是吧 啊 被拉伸的有点大是因为我们这个网格的 位置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回来调节一下网格啊 这可能多加几个网格 调个给它细一点 所以呢 他这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是 啊 原画缺失 啊 这个地方 画的范围有点小 然后咱们把它本来就是 很窄的距离 又把它拉长 那就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可能就需要补图了 对吧 那就找原画给补一张 一般在工作当中啊 都是原画特意的给画一个B好的一个 眼皮 然后把这个眼皮拿过来用就行 那我这我就不单画了 我也画不好 怎样咱们动画很快 哎不几个不几个点 看着效果还还可以啊 但是拉伤有点太大了 所以要解决这种拉伸的那就是调节这几个点的位置 你看 所以黄线就是干这个用的 总有人不理解这个黄线到底干什么 我把它拖拽到这个地方 然后权重呢 只影响下面这个黄线 它不会影响上面这个黄线 所以在做避免的时候 你看上面这个地方的玻璃拉伸了 这个黄线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避免拉伸 来看看 把 link 然后我们再把刚才调节的约束动画给它加回来 这个是负30吧 小一点 xy都是-30 这样我们只用调节 一根谷歌 然后下面这个谷歌会随着 随着上面这个谷歌一启动 就非常方便 wink 好这是右眼 所以现在把左眼做了 所以要做快一点 同样的方法 首先呢 呃 眼角定一下位置 很抽地 啊 这边也定一下位置 我看看啊 这个定在哪 这个定在这 是吧 这个呢 定在看一下图片的位置啊 那就定在这 我这个 有点平了 那他可能 画一个这个谷歌啊 这是上眼批的谷歌 哇 这两个位置 颜角的位置有点高 所以他可能 嗯 先绑上吧 绑上才输 嗯 嗯 这给一个谷啊 然后他绑定这两个 好 我们进入动画啊 看 像这种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分析 最后一针 我先把这个挪下来 他差不多 闭眼闭到这个位置 我们先确认他的位置 一定要是必在这儿的 所以呢 我们来调节一下 权重 那么 我估计 可能不需要那个紫色谷歌的权重了 他可能要逼到这么低的位置 可能会再低一点啊 再低一点 好 闭到这个位置 嗯 然后这个谷歌怎么办 回来 回到 setup setup 然后这下面下面这个地方肯定还是有一个谷歌的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遮罩的变化 对吧 这个要往上握动 虽然这没有 这没有这个下言解 那么我们把这根小的谷歌 绑定到这个谷歌上 绑定到这个谷歌上 他随着插动 这他呢 然后绑定到这个谷歌上 这样做 这样做可能看着就就正常了 对吧 这样就对了 然后呢 回到 setup 那么 他再往下一点啊 这个往上啊 差不多B到这个位置 然后 再调一下权重啊 为此 好 然后回来 回来我们找到 左眼的桌罩 左眼的桌罩 i mask 然后绑定 上面 下面两个谷歌 先绑这两个吧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回来调一下 刷一下 只要能保证这个遮罩 他俩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现在比不到一块去是吧 那就是 这是谷歌位置的问题 先把这根谷歌 结合到一起 然后再调一下遮罩的权重 这根谷歌 前面没有钉关键针啊 前面加一个关键针 这样 然后再观察一下遮罩 遮罩的问题 像这种细节呢 像这种细节呢 就得慢慢的去调节 没什么好办法 哎 正好大家能看到实际工作中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就是这么干的 遇到这种麻烦的问题 就这样解决 好了 那我们再调一下这个 我觉得他有点问题 压扁 压扁怎么感觉这么别扭啊 他 是吧 他到底绑了 这边 太低了 太低了 就往上一点 尽量把它调成平着的状态 然后太高的地方往下 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折衷 看着舒服啊 最终结果看着舒服和谐一点就好了 OK 闭眼还有一个呢 我们这个面部啊 面部是回到设置状态啊 然后有两个谷歌要绑这两个 这两个别忘了啊 好 定之后呢 回到animation animate 然后进入位置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蓝色的谷歌 我们给它稍微刷一下 蓝色的谷歌这个眼瞼要往下 眼瞼往下 眼皮一定要随着有一点变化 蓝色的谷歌 下面这根绿色的谷歌好像没什么变化 他变得太小了 变得太小了呢 也得给一点 也得给一点 然后呢 竖直小一点啊 下眼瞼这两根我稍微蓝一点 然后他会跟着这个谷歌 跟着往上 哎 手怎么没有 跟着往上稍微走一走 别完全没变化 这样看着会自然一些 哎这边也一样可以稍微给一点啊 这就看实际情况了 好 哎 眨眼动画 目前看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可以逼上这小文化 哎这个地方有问题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 这个下眼皮往里折的太多了 多了呢 那还是权重的问题 我给它往回调一调 你可以全选啊 按住ctrl 加选 加选一起调这几个点 也行 如果你对spine的基础操控 什么快捷键呀 都不是特别熟悉呀 这个 还真的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这个你只有是多脸 真的 用多了你就熟悉了 你看我比如现在选择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我完全是这个肌肉机 你让我突然让我突然告诉你 第一针的快捷键是什么 我可能想一下啊 是q 然后最后一针可能是e 对吧 到底是是什么 我完全是平平这个肌肉机 因为操作的太多了 再让我说出来 还是要想一下 这个快捷键在哪看呢 其实你就把它放到这儿 这就是最后一针吧 放到这儿等一下 它会有一个提示 你看hotkey e 这是jump to the last key 就把最后一针 然后下一个关键针就是w 下一个关键针 这是前一个关键针是s 然后第一针就是q qs什么什么啊 反正我我操作的时候都是 呃直接按我就能按到 但是想想不出来 就是操作太多了 其实就一个熟练的熟练的过程 啊 多做几次 多做几次 慢慢就好 嗯 嗯 这个 哇哦 遮罩有问题 我想让下面这个睫毛被遮的太多了 那挑一下这个遮罩啊 好想看 了 reck 好 哎这是春丽的眨眼动画 那这边原画确实太多了 是吧 可能得改改原画了 现在我有时间调一下他这个原画 然后下次呢 我会讲一个口型动画 但是春丽的这个嘴是闭着的 所以在他的这个原画上讲口型 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会单独找一张嘴来单独的讲一下口型 但他这个就就就就就就这样 然后对还有一个我忘了 最后我快点做 一个眉毛眉毛的眉毛的这个谷歌 我们要把它加上 眉毛也要加在这根谷歌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转面对吧 我们转面已经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 所有眼睛的谷歌 他的主果都是他 但他本身就做了一个跟随 是跟着这根谷歌移动的 所以呢 不管是眨眼动画也好 眉毛的动画也好 你都坐在这上 然后他会自动跟着这个转面一起走 这是一根谷歌对吧 这是左眼左眼 黄在这 两根谷歌 他这个眉毛比较细 有着没有单拿出来 如果没有我稍微粗一点 其实他也应该最好是单拿出来 他拿出来 切出来的话 做起来会比较方便 好了 我们变得一下吧 把这四根谷歌绑定 然后 嗯 就这种单刷就比较麻烦啊 这两根谷歌刷一下 这两根谷歌刷一下 然后呢 是绿色的这根谷歌 黄色 然后眨眼的时候可以稍微带一点眉毛 试一下啊 闭上的时候 哎 眉毛有一点变化 差不多这种这种效果 当然你的眉毛也可以转啊 这样转 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接受 比转太多啊 好了 那么今天的保定就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做春丽的口径 然后还会有更新的毛怪小剧场 订阅毛怪老师 我们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